北市大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 它不像球队它像一个家 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它的爱是家人的爱 就很像兄弟姐妹这样子 一起手拉手的一起往前冲 我爱你们 有什么教练就有什么样的球 对没有一刻我们是停在原地不动的 我们每一年每一年 直到现在我们过了已经将近要十年的时间 就北市大学一直都有一个传统 就是非常的活泼 然后非常热情跟非常团结 我觉得我们都是以团结跟团体战为 为一个终止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不可或缺 很温馨然后很团结 然后又很风又很嗨的球队 10V 要 没有最强的个人只有最强的团队 其實我每個人都不是最強的那一個 可是我們合在一起我們就是最強的 我只是一個舉球員 我沒有攻擊手 其實就沒有我 北施大女排是一個很嚴格的球隊 他們的嚴格不是說就是對別人很嚴格或是什麼 在練習上面他們都會互相對自己很嚴格 然後對自己也很有要求 那他們在看到問題的時候 其實也都會馬上就提出來 然後溝通不斷進行溝通討論 其實剛才打完我說真的整個心跟精神就放下來了 這一次的決賽前其實有兩個小trouble 其實在比賽前的四天還五天 其實成傑就出了車禍 就是從學校練完 早上我們就很慢慢的騎車回去的時候 就開車的時候他突然往外 所以他就直接有被碰撞 那時候他肩膀其實都有去醫院去做一些檢查 當下發生的前一兩天 他的手是舉不起來的 我那時候我很擔心 那還好他自己很認真的在治療復健還有心理建設 加上我們的那個醫療團隊都趕快去照顧他的肩膀 所以才能完成他今天才能出賽 講起來就真的好 覺得好累 疫情嗎 大家都知道 不是只是有沒有觀眾這件事情 大專體種還有主辦單位 還有很多其他學校的老師都不停地會去討論要不要辦比賽 我們一顆心又懸責說到底有沒有決賽打 就一直懸責這個心其實很折磨 你們的努力 還有你們自律 自愛 然後很認真投入的在負責面對的這個比賽 結果沒有白白的辜負你們 因為我常說他們真的是自律而得人愛 他們自愛而得人愛 那今天我要跟我學生說就是我很愛你們 我常常其實不吝嗇的一直在告白說我真的超愛你們 然後我的選手也常常說老師我愛你 那愛確實可以一起面對很多的困難 愛不是只是在開心的時候愛 我覺得在大家低潮的時候一起低潮 有一個選手發生事情的時候我們也是一起陪伴 哪怕我快撐不下去 或者是我有時候也是會覺得很煩惱很多事情的時候 他們也會也因為有愛 他們常常也會來逗我 或者是來陪我聊聊天 謝謝北市大的你們 然後更謝謝你們自己 你們帶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 然後能夠一起成為教練跟選手 在我人生中這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我更謝謝北市大學的照顧 還有台北精華還有後勤 對我們的照顧都把我們照顧得很好 最後謝謝教練團 香琳 Bruce 我的體能教練 我們一起就是把一個球隊的選手 把它帶成他們現在總算拿到第二個冠軍 鳳姐好棒 iron season 練歌 謝謝所有北市大的選手 你們真的超級棒 大學生不是只有練球 我們也要好好去讀書 我常常說要教你們會玩 我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嘗鮮 這就是北市大學 我們就是團隊 謝謝現在正在鏡頭前面的你們 看著這支片子 我很想跟你們說聲謝謝 更好的我們 就是因為有你們的鼓勵 我剛剛回球友在去看很多的留言 手機的訊息都報表 我想跟你們說謝謝 那也請你們繼續愛排球 也繼續愛北市大學 我們明年見 3 2 1 YA 有 嗯 我有 運